民進黨的那張 2025年的能源的配比 我們假如我是業者 就是你剛剛的那一張 這張配比 我是業者 我想馬上問一個問題 我請問你那你要多 一度電話賣我多少錢 我買得起嗎 這個是很現實 然後呢 我們的碳足跡 你都不用算了嗎 那怎麼辦 這個是對 當然老百姓碳足跡 可能跟你沒關係 做生意的人跟你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間接有關係 因為到時候成本上揚的時候 這些都是會轉嫁到 消費者的手上 一定會轉嫁 所以到時候我們不敢買什麼東西 又就變得很貴 就是價格 廠商 到了最後廠商出走了 真的就是出走了 2025年假如2024 假如還是賴清德 我告訴你一波廠商出走 不是不愛台灣 是因為 要生存啊 廠商要生存 因為不能相信政府 不能相信政府 你提出來的數字 完全是鬥不起來的 我請問你 怎麼辦 然後最後我們就真的不缺點了 因為都出走了 都出走了之後 的確就不需要那麼多 對 就不需要那麼多電了 OK 老師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想要知道 就是說 因為最近 我剛剛提到說 台灣美國商會呢 規劃要跟三個總統參選人 來見面 那他們想要知道 就說包含這三位總統參選人 他們的能源問題 基礎建設的這些議題 因為畢竟一個環境的改善 環境的一個承諾 對於他們在這邊投資 他們才能夠繼續的 這個挹注下去 但是呢 我想要知道說 其實台灣除了 好 那我們的地理環境 其實跟別的國家 有一點不太一樣的說 台灣的地理環境 其實有其他能源的可能性 當然有啊 我們潮汐發電 洋流發電 溫差發電 都有可能 可是我們就這樣子 幫它擺著 我們就沒有去做足夠的科研 老師 學界難道 沒有在研究這個部分嗎 針對台灣像地熱的部分 像是這個潮汐發電的部分 這個學界難道沒有 這部分的研究嗎 我們台灣的能源政策是補貼 我們中華民國 每十塊錢的總預算 1.1塊拿來補貼我們的 其他國家沒有在補貼嗎 其他國家是不補貼的 這個是你的製造成本 為什麼要補貼 其他國家是補貼你的廠商 去節能減碳發展綠電 不是補貼你的電 我們就是越補貼就越沒有競爭力 越補貼就越 碳足跡就越高 我們全部是在補貼 好 那你既然是補貼 我們的油跟電跟水 是全亞洲 甚至是全世界 幾乎是最便宜的 我們的能源97%是進口的 結果我們居然是補貼 台電已經補貼了 兩個資本額進去了 台電嚴格上已經是破產了 你既然是補貼了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投 足夠的經費去做 研究 所以我不能講說 我們學校沒有做 我只能跟你講說 我們學校做的規模 其實很小的 我們把它當作學術研究在做 你就看嘛 跟我們一個非常類似的國家 叫南韓 南韓已經在輸出小型核電廠了 我們今天還在種電 就是兩個國家 人家在輸出小型核電 你再調這個數字出來 韓國的核電的比例多高 上次我們有一集是跟住過 他們是非常高 比日本的20%還要高 南韓就沒有什麼核電廠的安全問題嗎 所以今天其實 我們不能把核電妖魔化 我也呼籲政府 與其補貼廠商給他一個便宜的電 而是應該是要求他做減能減碳 然後呢用錢補助他開發技術 錢是補貼他開發技術 有胡蘿蔔有棒子 棒子告訴你 你一定要節能減碳 在什麼樣的時間點之內 胡蘿蔔是告訴你 我有這筆錢 你要做這個我貸款給你 工研院 幾個主要國立大學來協助你 你這樣子慢慢慢慢走 我相信五年之後 以我們的聰明才智 我們一定會發展出 我們的優勢的電 就是什麼洋流發電 潮汐發電 溫茶發電 地熱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獨特的 可是我們幾乎不談 我事實上我開始談 這一題的時候 是我還在內政部的時候 大概快十年了 民國一百年 開始談這件事情 你看這十年之內 所以老師我們就說執政黨 它一直直重在這個 風力發電 還有光電的發電 是不是因為這個 其中的利益 太過於龐大了 我覺得當然這裡面 當然我們現在是專業的 來看這件事情 然後假如說你真的很 用小人之心 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就很納悶嘛 到底誰在代理這些事情 你今天的燃煤燃氣 這些東西 中間到底發這麼大的 一個預算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檢調 要回答我們的 但因為我們現在 沒特徵組 所以查不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只能講說 這個數字我是抖不起來的 為什麼變成這樣 我也不理解 因為這是不理性的 那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是執政黨 有義務要告訴我們的 因為執政黨其實是可以 就是說對於能源政策 應該是可以滾動 是一個調整的 那我們看到在俄烏戰爭 發生之後 也就是說一年多前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 包含了國際能源總署 他們就已經開始在看到 就是說能源的問題了 那他們就做了一個規劃 就是說為了達到淨零排放 所以他們有規劃 在2050年之前 全球的核能發電設備的 備容量要提高兩倍的水準 反而他們覺得說 這個核能力的發電的部分 應該要再提高 我們看看其他世界的趨勢 其實它是一個潮流 我講一下 就是包含了南韓總統尹錫悅 因為他在上任之後 他就重新的啟動 兩座核子反應爐的 這個建造的工作 那荷蘭也說 他們還要再蓋兩座 因為法國蓋很多 因為法國的核能發電 非常非常多 他們的核能電子廠 也非常非常 核能電廠非常的多 那他們還預估 馬克宏也說 那時候說 十年之內要再蓋 六座的反應爐 也就是說全世界的潮流 是認為核能現在是一個綠電 是一個比較相對安全 而且穩定可以發電的一個模式 所以呢 世界的潮流是在 要增加核能發電的部分 但就台灣跟人家不太一樣 這是我意思講嘛 而且這些國家 都是大陸型國家 它都有鄰居 都有鄰居可以互相幫忙 可以買電的 對 台灣我們就是一個島 水跟電你只有自給自助 沒人可以幫你 就我剛剛講嘛 當全世界都要這麼做的時候 你台灣憑什麼鐵板一塊 你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底氣 我就是要把核電廠關掉 那是不可能 絕不可能也做不到的 這是不理性嘛 我是覺得 非常類似義和團 義和團 我就相信子彈打不死我 我就告訴你 2025年 我不是掃把也可以拿起來打 我都不覺得這整個 整個的思考是 我只能講說我無法理解 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問題 全世界都在做 難道我們的專家 比韓國人還聰明嗎 難道我們的專家 比法國人還聰明嗎 那我相信今天法國 韓國 日本他們有這些數字 事實上是一個龐大的一群專家 在訂出他們國家的能源政策 這個比例其實是精算出來的 而不是說隨便 這個兜幾個數字來給你們看 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說 我們的能源政策 到底是哪一些人訂出來的 因為我現在目前找到的 一些資料 全部都是經濟部能源局 或是說經濟部的一些資料 但是看起來就是 我們剛剛分析的結果 就是說它可能只是一個 數字上的加加減減而已 看不太出來 就是我想要找一份 就是說我其實嘗試在網路上 找這個相關的 台灣的能源政策是什麼 我找了很久 根本就沒有 根本是沒有 根本就 因為我們已經問了這麼多問題 不管是私底下 在公開場的 2025怎麼來的 對 沒人回答 然後就告訴你 那個我劍已經射出去了 就是2025 這些經濟部能源局 你們把把放到那邊 把數字給逗出來給我看 所以我不覺得 那個數字是要騙自己 還是要騙我們的民眾 我們自己 他自己可以騙自己 民眾也可以讓你騙 外商不會讓你騙的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致滿足 你下載中天新聞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APP 很重要的理由 台灣越來越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多一份兒 吿兔 生日快樂 下載中間